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人物展映的時刻 今天和大家繼續講施寶珍的故事 先兩集大家都應該聽過他一些簡介 今天我們就講到第三集 《唯獨基督和其十字架》 1853年的夏季 施寶珍參加了Cambridge 劍橋主學會的年會 在年會上,施寶珍由於他的率直和才能 感動了當時一位人兄 喬治哥特 他對施寶珍的講道恩賜和能力 留下深刻的印象 於是他轉告給另一位倫敦的弟兄 奧爾獵 奧爾獵是倫敦新公園街浸信會 禮拜堂的執事 而這間教堂是倫敦最大的浸信會教堂 這間教堂長期以來 一直沒有一個穩定適合的牧師 而奧爾獵和另一位的執事商量 結果教會同意邀請施寶珍 去到這所教堂講道 去到1853年11月底 施寶珍就在水灘教堂收到 新公園街教堂的邀請信 而當時他以為 當然是同名同姓找他 因為他明知在鄉村落 他沒理由有人認識他 但這裡再次寄信給他 就說是呀,我們真的找你 於是就邀請他在1853年12月18日 就去到他們的教堂那裡講道 而在前一天,即是星期六 這個鄉下氣味十足的少年人施寶珍 就真的乘搭著火車 在下午抵達倫敦 他就下塔於這裡的地方 就是這個皇后廣場裡面的公寓 而當中有一些同住的人還傻笑他 這裡有很多傳道人 就算多有學問,多有口才 也好,這裡的人一定不會坐滿 就是這番說話 師傅真整晚睡不著 他被這番說話壓倒 不僅如此 一個初出茅廬 由一個鄉下去到城鎮的小牧師 他就覺得 嗯,街上的車聲是很搞妖 城裡的人的回憶 那些說話是多麼無情 窄小的房間 是逼得根本沒有地方可以讓我跪下來祷告 而煤氣燈光 在十二月的深夜閃爍 好像向我眨眼 在這裡充滿了人煙的大城市裡 我沒有一個朋友 我如果能夠平安回到劍橋 水灘去隱居 簡直好像回到伊甸魚一樣 可想而知 年輕的師傅真被這一切壓倒 但是到了第二天 即是十二月十八後 早晨 他也是要步行去到新公園街教堂 當他見到這間建築 是多麼奇巧的時候 又見到那些會眾 很有錢 而且好像讀了很多書 於是師傅真也被這一切 令他的心情更為之一沉 在這裡似乎是沒有了 他之前水灘教會的融洽和輕鬆 他唯一安慰的就是想 這裡參加聚會的人數大概不會有很多 因為可能他覺得自己只是一個無名小卒 結果一千二百個座位的教堂 就只有八十個人來聚會 當師傅真站在這個疏疏落落的會眾面前 他開始沒有再喪膽和不安 他對主很有信心 而且還去講解雅各書一章十七節 他的經文作為題目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存 和各樣存備的賞賜 都是從上頭來的 從縱光之乎那裡降下來的 在他沒有改變 也沒有轉動的影兒 到了晚上的時候 聚會的人數竟然多了很多 比平常還要多 但這個時候 師傅真已經不再恐懼 他就講到啟示錄的十四章五節 那裡說 他們是沒有瑕疵的 對那晚的聚會情況 師傅真是這樣見證 主實在恩待我 當我晚上回到皇后廣場的宅舍的時候 我不再感到孤單 也不再看倫敦的人 像鐵石心牆的野人一樣 我記不刻求人的憐憫 也不會理會這些同居公寓的少年人 也不會理會那些車星和日光之下的任何事 我已經仔細觀察這隻獅子 他的氣派 遠不及在遠處聽到的 那種紅壯的烤星的十分之一 可想言之 師傅真在這個時候 他看到 他知道神的同在 他知道神的大能 已經將一切壓倒 1854年1月 師傅真在135 三個主日 就是每個月的三個主日 在倫敦新公園街教堂廣道 由於聚會的人數激增 所以那裡的教堂 他們就邀請他 不如你再負責 其後六個月的廣台廣道 目的希望他可以透過六個月的試用期 看看可不可以邀請他成為牧師 但師傅真沒有答應講六個月 他只是答應講三個月 這間教堂 看到師傅真去的廣道非常受歡迎 參加人數也不斷增加 去到1854年4月19日 就由五十位的弟兄簽名 召開會員大會 已決通過聘請師傅真為牧師 而在4月20日就正式發出邀藥涵 師傅真在4月28日回覆表示接受 當時他只有19歲 而當師傅真要離開這個水灘浸信會教堂的時候 那些純樸的弟兄姊妹 他覺得那種離別的悲痛 甚至失聲痛哭 但他們無法阻止神對他伯仁的呼召 而自從師傅真在這個新公園街教堂 擔任牧師之後 他那所原本可容納1200人的教堂 馬上就坐滿人了 而很多人還站在教堂門外 為的就要聆聽師傅真的訊息 夜晚禮堂裡真的逼得很厲害 師傅真指著廣台後面的牆說 恩,恩著信耶利哥的城牆倒塌 恩著信,這座牆都必須被拆去 雖然這個建議一時未被大眾採納 甚至有一位執事就說 我們不應該再聽到這些說話 但沒多久,禮拜堂果然出了3000英鎊的代價 而推倒了長門 而重修改建更大的禮拜堂 增加了300個座位 但是這樣都於是無補 因為每個主日晚上,來聽到的人 總共有3000人以上 1855年5月31日,星期四 新公園街的教堂抗戰工程完畢 當日,頭一次聚會 感覺到不負應用 所以禮拜堂,那天的星期日早晨 在新公園街教會聚會 晚上就要遭用愛塞德大廳聚會 很明顯,他們需要另見一座更大的教堂 當時要收容附會的人 簡直就像大海裝在一個沙湖裏面 而1855年6月22日和9月4日的兩個晚上 斯寶珍在英國的 漢尼黑尼愛德華王路 King Edwards Road 那裏做了兩場露天報道會 而每晚參加聚會的人數有14000人 翌日的夜晚刻 那個聚會,斯寶珍說 馬帝福音8章11至12節 他那裏說 這邊的講章被譯為俄羅斯文 還蓋上阿拉法和俄梅格這圖章 而規定為俄羅斯希臘教教有的獨物 俄羅斯帝國經過審查批准後 還加印了100萬份 也說明了很多俄羅斯人 當年曾經因為讀了斯寶珍的廣章 而得救,甚至得幫助 而斯寶珍的廣章 亦經常被翻印為法文和俄文 而當時的影響力並不局限於英國 1856年10月6日 教會舉行了一次建堂會議 宣告要建立一座更大的禮拜堂 而且開始為此而籌謀基金 而新教堂建造需要時間 而聽到的人一日比一日多 教會就租用了一個叫做 蘇瑞音樂廳 Survey Music Hall 而這個音樂廳 是倫敦一座很大的建築物 是位於皇家蘇瑞花園 Royal Survey Gardens 裏面 原本是為舉行音樂會而造 可以容納10000至12000人的地方 而在1856年10月19日的主日晚上 發生了一件很特別的事 斯寶珍第一次在這個蘇瑞音樂廳講 到了下午大約6時 音樂廳已經坐滿了10000人 音樂廳外又站了10000人 情況有點混亂和嘈雜 斯寶珍看到這樣的場面 起初有點膽怯 但沒多久也恢復鎮靜 當他走上台講道不夠幾分鐘之後 突然有人虛報火警 記住是虛報 有人大叫就說 起火了 接著又有人從看台那裡說 看看看台倒塔了 最後第三個人又說 整個大廳都塌下來了 匯仲在驚慌底下 在混亂之中 匯仲互相踐踏 結果當場死了7個人 28人受傷 而這件事之後 斯寶珍受到很大的刺激 就開始患上抑鬱症 而終身不能夠恢復 休息了兩個星期之後 斯寶珍就在1856年11月2日 就回到新公園街浸訊會那裡的教堂廣道 在廣道的時候 斯寶珍宣告射免那些虛報火警 製造時端的人 而教會裡的頂師妹為了慎重起見 就改為只有在日間租用這個地方 而在1856年11月至1859年12月 大概三年這麼久的時間 斯寶珍每逢主日 就在音樂廳裡講道 而平均每次就有一萬人聚集在裡面去聽道 而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 就是斯寶珍也在水晶皇宮 Crystal Palace 廣道 在1857年10月7日的星期三 那天有23654人聚集在水晶皇宮 他們集體謙卑地禁食討告 紀念印度兵變 求神恢復印度的平靜 而斯寶珍那天講道的題目 就是尼家書六章九節 那裡說 有惑話鄉者誠呼叫 自為人必敬為他的名 你們當聽 是誰派定形象的懲罰 那天聚會收到的奉獻 是高達700英鎊 而撥出50英鎊 是讓你繼續興建的都市匯莫 Metapolitan Tabellico 而剩下的650鎊 就被印度兵變受難者的撫折金 而斯寶珍本人是昏文不取的 而根據統計 在那天之前 全世界再沒有一個傳道人 能夠向那麼多匯眾去廣道 而在聚會的幾天 就是之前的幾天 斯寶珍在水晶皇宮 那裡去試音 就是試咪 試音效果 在試音的時候 大堂本來是空無一人的 斯寶珍於是提高他的聲線 就讀出雙案福音 一章二十九節 看啊!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聚業的 想不到 他這個試音 那時原來有一個工匠 正在走廊工作 這個經文 好像天外來音一樣 深深地打入這個工匠的心裏 他的良心為自己的罪深受譴責 於是立即放下工具 回家 而經過一個時期的內心掙扎 因為仰望神的羔羊 而找到了生命和平安 哇!看到這個見證 大家有沒有記起 好像保羅 或者是使徒他們 當時他們的影 那個衣服 都能夠帶著能力 一句無意的試音 但是都可以叫一個人得救 可想而知 神的話語的能力 是無以復加 無人能及 而1858年8月 斯布珍第一次訪問愛爾蘭 艾瑞蘭 在這個期間 斯布珍身體有點不惜 他還是很努力地在 梅爾法斯特講了四堂道 而第一篇道 是馬可福音12章34節 那裡說 耶穌見他回答的有智慧 就對他說 你來神的國不遠了 想不到那幾堂道23年之後 師布珍收到一個海華的宣教士的來信 信裡面這樣說 聽了你在貝爾法斯特第一晚的講道之後 我缺節出來事奉主 我在敘利亞的大馬式 那裡傳道十年 而且還興建了一座禮拜堂 我在嘉南的黑門山 Mount Hermon 那裡又見了兩座禮拜堂 我不斷地將你的講章 以阿拉伯語在中東地區傳講 有一次還在黑門山上 向很多村民傳講 大家看到嗎? 神博人那種的宣講 不是停在一時 他能夠繼續說話 影響很多屬臣的人走上傳道的路 鄧姊妹有沒有想過 在過去你聽到的時候 有沒有哪一個的感動 曾經在你心上感動過你 你有沒有為此而被神一再呼召呢? 而去到1860年 2月7日至9日 士布鎮就應法國巴黎的 美國人教堂 American Chapel 的布拉德牧師 William Booth 的邀請 去到巴黎報道 除此之外 士布鎮也特別邀請到法國的 柏西神學院 College of Pepsi 那裡跟學生講道 這些學生是被訓練到海外做宣教士 士布鎮勉勉他們 要一心一意傳揚基督 並且他所釘的十字架 學生深受感動並且帶得幫助 而去到1861年3月25日的下午 士布鎮在新樂城的都市回幕第一次講道 在士布鎮的一生 這一場是意義很大的一天 這個時候他只有26歲 那天他說的經文是 使徒行轉5章42節 他說 他們就每天在殿裡 在家裡不住的教訓人 傳耶穌是基督 161年3月31日的主日 都市回幕正式啟用 士布鎮就講到歷代之下的第五章 十三至十四節和七章 一至三節 那裡講到 夜和華的榮光 充滿了神的電 都市回幕長146呎 寬81呎 高62呎 可以容納5500人 必要時還可以加500座位 而士布鎮在都市回幕的服侍 就是1891年6月7日告中 連續是三十年的事奉 每逢主日 早晚都有5000人 在都市回幕裡聚會 期間在1867年 都市回幕曾經有一次翻身和維修 需時是一個月 在這個月裡 他們曾經租用倫敦北部的農業大廈 Agricultural Hall 而這個地點是比較偏遠 他們想著應該有少人來 但怎料聚會的人 是高達兩萬人 可想而知 神的訊息一出 只要是來自上帝 一定能夠吸引萬人 參加師布鎮聚會的人 雖然不少是一些名流 但最令師布鎮感到愉快的 就是大批平民 師布鎮曾經寫信給他的兄弟 市長、警長等等 他們來參加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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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都不及這些當中的人 是有爬手、賭徒、妓女 他們來這裡都能夠參加聚會 可想而知 神的道是不受國籍、身份、階級、性別影響的 神的道就是如此 慷慨去施語給每一個能夠肯聽到的人 而師布鎮來到倫敦 他們就無疑向這個大城市 好像投下了原子彈一樣 而當時 一般教堂裡的屬靈情況 其實是非常死直的 以及凋零、荒涼 港道已經退到變成一種 長期準備的神學論文 全無聖靈的恩高和能力 像是現在我們香港 或者全世界港道的情況 港台已經變成很無力 但是這些上流社會的人 他們卻是很滿意這種港道 因為這些港道 沒有挑戰到他們的良心 沒有譴責他們 沒有控告他們 而讓他們可以繼續過一些 放蕩和不信的生活 像不像我們現在的情況 但相反 當時的基層教會 卻是開始尋求一種更高的屬靈生活 他們渴求有一種真實的個人經歷 而倫敦當時 則確實需要一個活的宗教 一個屬靈的生命 而施報真 就懷著這種心情 就傳揚信息 而成為神在當代一個重要的器皿 不知道我們聽到這個見證 我們都會不會竭力為神的教會 為神聖結的港台去求恩 願神去復興 傳普世教會的港台信息 能夠再見證神的大能 施報真 他依照聖經的教訓 很準確地講解聖經 去到1864年5月 施報真在都市會獲 講到馬可福音 十六章十五至十六節 那裡這樣說 他又對他門說 你門往普天下去 傳福音給萬聞聽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備定罪 在講到的時候 施報真攻擊受淨 可以叫人重生的錯誤信仰 這篇的講章 竟然出售了二十五萬份 而對英國的國教會 帶來了重大的衝擊 1870年3月 而施報真更出版另一個月刊 叫做《寶劍與鏟子》 這一個月刊 再次讚聞去評擊 當時一個 叫做福音聯盟 Evangelical Alliance 的機構 某些人去傳播 授證 即是能夠重生錯誤論點 施報真認為這些錯誤的說法 是會影響福音的傳開 而同年施報真 亦與福音聯盟秘書長 戴維斯 James Davids 的關係 進一步惡化 而施報真亦正式宣佈 退出福音聯盟 施報真其他生活 見證又如何 請下回分解 今天講到這裡